好 手游酷玩 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今天咱们重回经典 神偷豹博第一步 那么咱们也是经典的装备啊 又回到了经典的关卡 这件衣服西装礼帽非常帅气啊 那么咱们再次被神秘博士给绑了起来 我感觉这个博士好像跟之前的二代的这个博士长得不太一样啊 难道是我这个观察错误了吗 有空咱们再追究一下这个博士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对比一下他的这个长相 那么游戏一代的话 其实对比二代还是要略逊一筹的 因为从画面上来说 他的这个游戏 这个贴图的奇迹度是完全不如二代的 因为分辨率的话可能是照二代稍微低一些 头绪人物动作并没有二代那么流畅 那整体的话感觉也是可以的 最主要的是他的这个颜色比较单一 并没有更多的颜色过渡之类的 不过还好 毕竟一代这个发出的也是比较早 好 咱们穿上这个科学家的伪装是不能穿过激光线的 但是我们可以隐藏在兼空器探头的底部 如果你穿着这件衣服去撞击这个激光线的话 那么这个伪装就被打掉了 马上就会被这群人给抓住 那这个科学家他用了一个垫钱 会把咱们垫住 被垫的情况下 咱们应该是不会被抓到的 那真正抓人是这个人呢 这几个保安是抓人的 但这一关上边有几个地方 咱们进不去 这个的话神德卧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房间呢 就是说你不能去进里面探索 但是却又做了出来 让你就想去里面探索这个未知的东西 因为人类对未知的事物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那如果直接都打开了 咱们就进去探索一遍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好 本贯也是成功官 那么神德卧博二代给了加了一个副主标题 叫做双重麻烦 那究竟是哪双重麻烦呢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常态官与这个老A哥来的秘密任务啊 这两重麻烦给鲍博找了一定麻烦啊 那一代的话是没有这个副主标题的 不过也是很好玩 因为一代的话装备比较丰富 那么二代的装备就照一代 其实功能性是完全略须一筹的 因为他要求你升级还可以 这个购买的这个资金是比较多的 并不像一代金币获取量是非常高的 同时你想要解锁全部装备是非常快的 那么二代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你看这一关也是 上面这么多荒废的房间 咱们进不去啊 因为入口是从这个电梯井里进的 他这个应该是属于在地下里面的 并不是这个就是在外面 但有的是在沙漠之上 有的是在沙漠之下 那你能看到花草的自然是在沙漠上 这神秘模式究竟建了多少个这样的实验室啊 他在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实验 好那电梯来了 咱们准备前往下一关 本期游戏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